大熊猫 巴巴巴 微笑的天使 猫猫儿啊 咱尽量多录几期视频吧 过段时间我不一定有时间 哎呀呀 金虎舅舅你这是咋的了 咋变成啪啪熊了 我呀 这是累的 小喵银也出现假运了 现在大连馆都靠我撑着啊 是这样啊 那这段时间你可有的忙了呢 怪不得要多录几期呢 大胡子 你可拉倒吧 你也就忙了两天 我听说飞云出关了 你过段时间是要忙着被揍吧 毕竟你弄坏飞云不少玩具呢 你起开 我不想跟八百个新颜子的熊说话 太没面子了 哎呦喂 这家伙还几眼了 说得痛出了吧 不论你俩了 我感觉我把栏目名字起错了 应该叫画老熊和新鸡熊的日常对对对 好了 废话不多说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特别的嘉宾 我们称他们为Smiley Angel 微笑的天使 上熊了 家人们好 我是福月 出生于202年8月29日 是一只天生残疾的熊猫 患有脊椎疾病 后肢无力 我把正常爬行 只能用前肢拖着自己前进 但是我坚强 我也在不断地学习 努力 希望过上正常的生活 虽然有人说我到两岁了就可以做手术了 但是我不知道以现在的医学 我能恢复到什么样子 不管未来的路怎样 都无法阻拦我前进的脚步 大家好 我是北霞 出生于2022年7月10日 因为一场意外 导致左手手掌连带半截小臂被截肢 成为了熊猫版的杨过 我也像杨过大侠一样 不气馁 不放弃 勇敢坚强地做最好的自己 奔跑 攀爬 从来都不比别的熊熊差 姨姨们相信我 我会越来越棒的 家人们 我是曹曹 出生于2022年7月14日 正常熊猫是五个脚趾 我的左脚只有三个 右脚只有四个 因为不完美 有人怕影响到我以后爬树 没关系 没有困难可以难倒努力的我 孩子们 你们真棒 让叔叔感觉很欣慰 戴力叔叔我 在被野外救回时一岁多 因左后置受伤严重 不得不做手术截去 虽然身残 但是我从未沮丧 而是更加努力 而且战斗力棒棒达 园子里的熊熊们 可没几个是我的对手呢 大家都好棒啊 我个头小 腿短脚外翻 下喝也短 排速排不高 吃果果还准备强 但是这些并不影响 姨姨们爱我啊 也不耽误奶爸们 偷偷给我塞果果 花花说得真棒 虽然我们每个熊熊 都并不完美 但是姨姨们依然爱着我们 嗯 赞同 这一天使们也很可爱 七仔 我觉得你说这话不对 嗯 金虎 那你说说你的看法 虽然他们是与我们不同 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是 什么这一天使 完全相反的是 他们比我们普通熊熊更加宝贵 因为他们都有双隐形的翅膀 这对翅膀发光发亮 更加坚韧 金虎舅舅啊 我赞同你的说法 我也曾经历过病痛 我也曾积极无名 是家人们的关爱 让我们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是我们的积极向上和阳光开朗 也同时治愈了很多人的心灵 这是一场爱的双向奔赴啊 嗯 是的 我们虽然不完美 但是我们不卖惨薄去同情 我们希望家人们看到我们的坚强 在自己沮丧的时候 依然能乐观前行 是的 虽然路不好走 但是我们不哭泣 不放弃 虽然我们不够完美 但是我们相互扶持 不离不弃 虽然我们慢慢吞吞 但是我们不争不巧 更佛系 家人们 我们永远是你的微笑天使 在你不开心的时候 在你迷茫的时候 在你沮丧的时候 在你彷徨的时候 我们和你同行 沐浴洋瓜 点赞关注 路不迷路 是